字幕志 《日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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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來到開始前瞻 今天嘉賓咫格思志郭Sir 和我們說說大使最新的情況 先跟郭Sir說一說Hello 郭Sir早晨 早晨 早晨 說說隔晚的情況 其實隔晚的大使整體 也不算很有方向 其實都是炒股不炒市的氣氛 道指升到二百多點 納指就因為Netflix的因素 要跌超過百分之一 看到Netflix最新有客戶流失的情況出現 估計要大跌三成半 拖累納指下來 另外留意十年期債息 由兩厘九七又回到兩厘八一 市場解讀位會不會大家都開始 搞搞一下又消化了 可能接下來加息的步伐會快些 通脹的因素 如果十年期債才有所回落 可能債已經沒有那麼害怕 另外就是利率市場的交易員 現在在交易五月和六月 都分別加息0.5厘 之前聯儲局的布拉德有說過 可能一次過加0.75厘來應對 留意美國各個經濟指標還很強勁 美國的樓價中禮數升到15% 這是出乎他們的意料 歐洲方面都說想跟對 歐央行的委員說最快可能 七月都有條件做加息 先有外圍談回來講股 郭Sir 外圍其實都不算 有些很動盪的因素 大家都是看一下規矽 看一下債息的情況 怎麼看呢 這幾個小月就回到100% 跌回到100% 是不是真的好像市場解讀這樣說呢 慢慢慢慢消化 到5月頭 真是所謂叫做蝸子落地 真的落實之後都未必會很恐慌 講真的 現在這一次我覺得真的很亂 首先來講 加息是壓抑不到食物價格下跌 也不能夠令資源價格下跌 運費也不可能因為加息是下跌的 最多是消費方面 投資方面略為有少少是壓抑 但是儲局在疫情之後 不斷地狂印銀子 現在市場沖插著的流動性是很充裕的 換句話來講 頭幾輪加息可能會帶來有少少不安 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把通脹壓下去呢 我覺得都是兩體的 這方面我看得比較保守 唯獨市場現在這一分鐘 因為息率開始向上調 所以變成在投資情緒方面是有些動盪的 尤其是新經濟 高科技股一定會受到衝擊 翻譯傳統藍醜那方面 暫時來說都是強於大市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俄烏局勢自続緊張 越是緊張 越是亂的話 資金就越是避險 市場的資金避險走去哪裡呢 當然是美元區的資產 所以變成了 看情況來講 俄烏局勢一路都擾讓一路不安的話 其實美股或者美國整體來說是受惠的 所以你說5月份加息 或者6月份再加息的話 其實對傳統的股份 或者經濟那方面 帶來的衝擊 我看不會很大 不過對新經濟那方面 就會造成比較明顯的衝擊了 至於俄烏始終有一天 局勢會慢了下來的 解決相關的一些問題 解決得到的 最後的重建 資源的需求又大得很緊要 資金到其實可能有一窩蜂走去炒賣的資源 金銀和鐵石 什麼都炒了 所以未來的市場就可能看到息率就加 新經濟就跌了 傳統經濟股份就一路高抬 一路整顧 資源的板塊就投機性的炒賣 就好像油價那樣 現在都百多元一桶都居高不下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市場是真的比較暖的 我們不可能用一個傳統的智慧去測度 未來股市的發展是怎樣 只能夠做一件事 就是很理性地看看自己的資金的部署 應該怎麼面對當前這麼暖的局勢 就是說都繼續要審慎 留意了 美股暫時就叫做高抬整股 港股這一邊 繼續都是走勢很悶 因為看到成交 放副折駕之前 就是放副折駕之前 九百八十九億 昨天都放完價回來的 都是只有九百八十億成交 曾指昨天上日就跌八十三點 淨沽就去到十八億多 北水又再走一走 之前就算有北水幫一幫 其實整體那個指數都不是說很有看頭 夜期就跌八幾點了 開始就做一個保利口動作 如果一會兒開出來都是落到兩萬零七百的話 就開始失授一些裂口支持 郭Sir都要面對幾件事 雖說波幅不大 但是人民幣走弱 港匯都是偏弱的情況 是不是都反映到A股港股呢 其實那個買賣氣氛還是比較慘淡一些 是啊 真的 這個圖真的大家看底了 近期的股市由3月17日打後出現了一個上升裂口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呢 整個技術上的形態好像一個孤島一樣放在上面 直到這一分鐘都沒有碰到裂口的頂部 就是有些人就說跌五六 其實我的看法就剛剛就相反 4月份呢 剩下交易添不多了 只有7天的 下個禮拜四已經是積月期止結算了 下個禮拜三就是積月期止轉倉高峰日 那就是下個禮拜二 下個禮拜一 明天和今天這四天呢 很淡的角力是會漸漸升溫的 問題就是現在呢 淡倉已經贏了大半個新位的了 因為這個月的指數是由4號的高位 22523跌到昨天的208889 現在這個市是貼著低位的 換句話來講呢 向下進一步找4月低位的機會呢 一定帶過試過高台 這個此其一 第二 大家要留意 恆生指數由上個禮拜一開始急跌 直到昨天收市為止計 我不管你日中的高位或者低位呢 都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這個技術上是屬於一個反覆肉市底的格局 況且移動線的排列是倒序的形式的 250、150、150、20 10件事恆指在下方 那無論是技術上走勢 形態上各方面的分析呢 市呢 市底的機會是很大很大 那沒錯 另外對方為主呢 所以它要回送治交易增加 ense人生指是 它對定位 dollar 不會小賊 hazelnut obliguging 我們即將使用hmen 那中一ipples 黑 ARTH 就是市論itt 有一個完美的ocused 提供來的 切面電腦 這兩條件 ribs 10月10日跌到3月15日 之後反彈到4月4日 然後再回落 技術上 形態上 郭Sir 對5月初的市場是不利的 5月初你就說要試一個裂口底 5月初還有聯儲局議席 聯儲局議席現在可能以說加0.5厘 可能price 已經緊了 但萬一他們展望是更進取 可能去年底 息率上到兩厘多 可能市場嚇到 會不會現在早點補裂口 好過遲些補裂口 郭Sir你覺得 現在可不可以趁補裂口的情況 剛剛開始 市場又沒有什麼重大不利因素之前 可能先離一離場觀望 還是你覺得還可以看殺 如果能夠放得住 又不用這麼悲觀 如果講走勢來講 真的離一離場比較好 由3月17日到今時今日 已經整個多月了 之後才補這個裂口 就是過去這一個多月買的貨 原則上全部都是要輸錢 那你說殺傷力大不大 是呀 好了 經過了18,235點 市場已經是很大的創傷了 之後回升上去 又派了一輪高台的貨 然後再補裂口 第二輪的殺傷又會出現的 大家要想起這件事 況且如果你說暫時來說 沒有什麼資金 新的資金入市的話 最多就是跌完之後反彈 反彈完之後都持續是低迷 作為省戶來說 現在沒有什麼特別好做 最好是盡量保留現金 拿著現金在手 剩下另一次低級的機會 但是所謂低級 你就錢賺你都是要走 那股份那方面 始終來說大家都要理性點去看 例如中資類的電訊股 走勢是強於大市的 或者是匯控的那些走勢強於大市 那內銀股的表現 雖然都還是反覆帶遠 但是原則上都不會有 任何大跌的機會的 況且息率比較高 資源的板塊也都可以 慢慢慢慢作為部署 但是這個是中線的投資 至於其他投機性的炒賣 我想暫時來講 就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比較好一點 好 郭老師先汪一汪大家先 如果保利口情況只是剛剛開始 同為美國還沒加息 今天都要看實 我們都講講兩大板塊 一個就是科技股 一個就是內房股 因為今早內房股競價時段 跌得比較多一點 先講一下科技股消息 看到現在市場揣測說 究竟會不會科技股陸續裁員 接著來 消息方面留意美團 黃慧民在場內減持 74萬多股份 套現都有1億多 持股就是輕減少 這些情況之下 有高管減持可能都是有些不利 阿里巴巴內媒說 你的達摩院就裁減三分一的員工 過去三年是投入了1000億人民幣 做一個創新研發 它是研發一些比較顛覆性的技術 即是有些開創性的科研 比較重要的一個機構來的 都裁員了 之前的消息就嗶嗶嗶嗶嗶說裁員 不過它就否認了 不過都嚇到股價大跌的了 郭Sir現在一些科技股 當然監管了 讚加美聡 陸陸續續都有新的消息 或者再虐談等等 不過當然也不是說失以一輪的重拳 那科技股去應對 除了現在慢慢等 之外呢 因為平日正在過關價錢呢 現在都要開始縮減那部分規模 現在如果縮減那個規模的話 會不會令人對他未來的研發能力 盈利 各樣又會再多過疑惑 一定不會 科技股最重要的就是科研 大家都是在炒那個前景 如果你說在科研這個板塊 是很大刀斬了去 不做的話 換句話來說 沒了一個前景的一個憧憬 估計已經沒有想像空間 沒有想像空間 你就看回基本因素 幸好的就是估值不算很高 對一兩隻 例如阿里巴巴 或者騰訊 但是你沒有了一個想像空間 資金的態度就一定是比較保守的 獨視大幅度這樣裁員 其實當然不好 有很多人會失業 這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問題是對一間公司來說 你截散了一個營運的開支 某程度上來說都是正面的 就是省很多錢 但是另一方面 剛才我提到 你就是因為沒有一個科研 那個前瞻性的看法 變成市場就沒有太多的想像空間 大家就計算了 很大程度上 一段時期股價會處於 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的格局 如果當是傳統經濟股份看的話 我就要計算了 我買中移動有7厘息 我買內銀有6厘7厘甚至8厘息 我為甚麼要賣離線 你的息率又沒有 是不是 這個大家可以比較的 我們一直都是買賣一些新經濟股 是因為有一個憧憬 前景會怎樣發展怎樣發展 所以願意給多一些日價去追的嘛 不介意的息率的回報是比較低的嘛 但是你一旦沒有了這一部分的話 市場的資金就理性的了 大家一比較之下 情況就完全不同的了 加上阿里巴巴 騰訊 美團這三個恆指成份都還重磅 佔的比重都接近23% 如果他們的股價持續受壓的話 對恆指來說一定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所以大家要看 一定要理性的角度去看 不要因為說我炒開哪一隻 我就喜歡那一隻 這個態度 我想暫時要先擺 郭Sir 你有沒有說哪一隻你覺得呢 行業逆風的時候那個防守力會高一些 因為其實近來我們Monser這個版塊這麼久 都不是說完全沒有好消息的 因為之前遊戲版號重新下發了 當然沒有騰訊份 但其他公司例來網易這些其實是有份的 BillyBilly又做一些遊戲視頻的 郭Sir 這個消息可不可以幫到 接下來的收入 幫到一些 就是做遊戲的那些會不會好一點點了 可能會好一點點 但是就沒有浪化 就是沒有一個浪化 以往為什麼BillyBilly 網易 騰訊 阿里 美團 以至快手曾經出現很大的浪化呢 市場當然只是投機了 最重要就是有一個很大的想像空間 哇 未來發展會怎樣 會怎樣 會怎樣 但是現在那個光環已經沒有了 其他那些沒有光環那些 當然是跌得更加嚴重了 唯獨是好像有些手遊那些 我們還可以看得比較正面的 它都會反覆 因為大肆的氣氛已經完全不同了 但是就未必會說好像其他那些會跌得這麼深 但是整體來說呢 一沒有了這個想像空間呢 沒有那些投機性的資金去追捧呢 嚴格來說就有波幅 沒升幅 有反彈 沒大升 永遠在這個區間裏面走 試好的時間就橫行 試不好的呢 就這個橫行就慢慢向下走 那麼這個走勢呢 慢慢慢慢呢 會令到資金的參與就越來越保守 就是沒有了一個大勢 那麼對指數 對市場氣氛來說 都會構成比較負面的影響 好 科技股今早呢 沽壓比較重一點 美團呢 現在盤前跌著半成的 另一個辦法 就是內放股繼續跌 稍後回來談 我們來節目時間 先跟進一下期指最新情況 看到夜期都要回頭了 看一看期指開始表現了 期指積月都要跌過百點 跌149點 下月跌159點 成交張數去到1700多張 我們都看看今早比較移動的辦法就是內房的情況 內房今早繼續跌的 頭幾隻表現較差的藍籌 都是內房股 當中留意的潤地要跌7% 碧桂原跌超過半成的 其餘的內房中向外跌2% 雅居樂都要回頭3% 問一下郭Sir內房這個辦法連跌兩天就加因 降準減息都叫做有少少跌眼鏡的 沒有做到減息的動作 LPR就沒有調整下來 內房就憧憬了很久 銀巾有沒有得鬆一點 幫幫幫 無論是按揭的息率還是他們還錢的利率 都可以鬆一點 郭Sir覺得這個預期落空了之後 內房究竟要跌多少出來 我想都是受大死氣氛所裡會持續反復帶緣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 這次降準0.25%是有少少令市場失望的 因為釋放的資金只有5300億而已 但是有一點我希望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在內房那個板塊的投放始終都要關注債務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是如果某個內房的發展商 如果他手上的現金相對比較充裕的 例如好像央企的 好像688、1109這些 股價都會受到短期的那個政策所累的 但是整體集團的那個營運是健康的 而且在現在風風雨雨的環境之下 一些實力不是那麼充裕的內房發展商 是需要將一些優質的資產是賣出去的 那賣給誰呢 當然賣給有實力的發展商 那幾年之後所有問題解決了之後呢 你現在這個時間買的當然是便宜的嘛 幾年之後的回報自必一定是理想的嘛 所以一定要從一個中線的角度去看 那短期的炒作呢 我想暫時的內房呢 是沒有太多想像的空間了 包括比較好一點的688中國海外 都有14、5元升到現在20多元了 已經升了10元一股了 就算你真是上網28、30元 中期是可以這樣望 但是短期呢 由於降準的力度又不足啦 市場的資金也都相對比較緊啦 那變成就沒有一個想像的空間呢 資金的部署一定是趨向於比較保守 加上大市已經是很大機會 今天已經是觸及那個3月17日上升 你後的頂部逐步回補這個裂口了 而期指結算就是下個禮拜來啦 期間來說 淡倉可能會進一步反擊 就是說 內房股整個板塊呢 現在大家理性點去看看 官網先 息率呢 我想就不是這麼容易減啦 因為呢 美國就加息 如果人民的息率再下跌的話呢 那些資金就會走的 那麼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困難在那裡 短期來說呢 看不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好 我們看看今早速動得比較多的一些 指數成份股 做得較差的藍籌當然就排頭位都是這些科技股啦 另外要留意的招行繼續跌喔 郭Sir 那隻3968呢 因為有人事變動 看到他們的董事長被免職啦 3968呢 已經連跌多日 今早開出來呢 失守了50元的大關了 郭Sir 究竟52週低啦 已經創了49個半 究竟 下日會公佈業績 如果有這些人事變動的時候 中資金融股 究竟怎麼應對啦 你說說增長 它一向就比其他內銀股出息的 現在究竟撈不撈貨好 還是郭Sir 看說如果已經連續了幾天的股額呢 可能還沒跌完啦 我想暫時是等等先 因為過去一段時期 大部分時間 都在五十幾六十元那裡整股的 近期受到行長被調職啦 變成股價就急跌啦 真是帶出一個問題啦 高台買了那些貨 全部個個要輸錢的 就算你說呢 那個招行在商業銀行方面的發展 一路都是相對比較理想的 但是你事件出現了之後呢 就令到呢 一路部署的資金 趨勇於比較保守 市場最害怕呢 最害怕是不明因素 你免職的或者是調任的 不要緊要 細節要公佈出來 大家知道的就大家要去評估啦 一直直到現在這分鐘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事情發生 那你猜猜猜猜猜猜猜 必然你就不會有任何的資金的部署的啦 低價買的那些懂得走 高價買的那些也都要止蝕或者減榜 那令到整個技術上的走勢呢 已經出現了一個逆向的啦 而最重要一點就是 一間這麼大的機構 金融機構 銀行 它發展得這麼好呢 是不會因為一個行長的 一定是下面中層 管理層 員工 共同努力才會做到這個成績出來的嘛 但是問題是當那個行長 一旦是被調職 被免職的話呢 它的基本面 各樣東西呢 市場就可能暫時來說 就會看得比較保守 最怕的就是大家要猜猜一下 不知道什麼事情 又不知道事情去到哪一道 那你一路猜猜 一路去猜的話呢 令到明明想買的資金都暫時停步啦 加上50元都跌穿了啦 就是變成會走去第二個區間 就是45到50的啦 就算要買的 都是等等先啦 明白 留意這招行今天見了52週低位 看看港股正式開始情況啦 真是開始呢 就技術上 那今天暫時表現就靠穩啦 那轉頭 開市之後 會再同大家呢 一齊看那個A股的情況 然後再看回A 究竟反應嚴不熱烈啦 這個升幅都已經不小啦 唯獨是有一點點賣點的就是 它公佈業績之後呢 它沒有順帶公佈那個末期式的派送 因為有回A的部署嘛 但是好了 回A部署完成了呢 它會送一個特別的股息 加上市20週年加上會有一個特別的現金銅力的派送啦 所以呢 或多或少都有一點點的衝勁 但是我覺得呢 由9個多衝破10元去到10.51元 接近12元呢 多少已經是price 已經是炒定了先的啦 所以就算公佈完派息呢 理論上呢 都不會有太大的刺激的 不過 附帶一提啦 就是它說呢 未來的派息呢 不少於7毫子 那麼多多少少呢 令到一些資金呢 長線的資金呢 會稍微流一流的 所以就算要回的話呢 我想10元到10.05個關卡的防守性 暫時來說應該可以信任的 只不過呢 你要出現一個 很大幅度的爆炸性上升 現在這分鐘就比較難跌了 明白啦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跟郭Sir談一下一些首季的業績啦 今早首季業績做得好啊 或者有些消息 股價有些動作 就是ASM太平洋 還有一隻保理協議物法營起 ASM太平洋呢 就看到首季的那個 純利好的市場預期 賺超過8億元年 升近6成 郭Sir 現在呢 都不少公司公佈了 貴積的啦 跟著貴積去選一下股份可得可不可取啦 其實呢 就 都是相對比較可以編好的 但問題就是 要看大戲就好了 其實半導體相關的股份呢 現在這一分鐘就未必是最好的時間 你放著呢 就身邊的短缺啊 或者各方面的因素呢 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呢 都令到相關的股份呢 暫時正處於一個動盪而不明的形態之中 所以 看到相關的數據當然是好 但是 投資那方面呢 他的態度都略大保守就比較好些了 看看開市之後呢 能不能保持這個升幅呢 暫時呢 能夠高開到2% 謝謝郭Sir 待會看看正式開市的情況啦 各位 早上來到 開始速報 大家好 跟著大市最新的情況啦 港股今天呢 低開百多點 開市已經要退手到2萬0780點水平 最新的跌幅稍稍稍收窄啦 跌到132點 暫時在2萬08000點到徘徊 最新部2萬0821點 我們跟進一下呢 中概股 科技股的股額比較嚴重 科指最新跌幅1.9% 跌80點 暴4,053點 看看國企指數最新的情況 國企跌超過1% 跌79點 暴7,018點 看看頭幾大活躍股份最新的情況 騰訊控股 跌超過2% 美團 其中一個創辦人兼股東減持 跌超過4% 南火行指TF跌0.5% 油邦跌4,05指 堅持銀行有得逆施靠穩 未升到一仙 看看焦點股份最新的情況 昨天急升後 中途停牌的泰寧醫藥 表示目前正是就收購藥光彈礦產品商業化權利 進行磋商 股份今天復牌之後爆升 暫時就是升幅最大的港股 泰寧升幅達到4成2 現在在3號5仙半 都是中海油回A 正式交易的日子 中海油A股在上交所正式上市 A股開始較發行價高兩成 佈12.96元人民幣 即是A股相對H股 暫時出現日價 H股方面最想升2.5% 現價佈11.44元 看看焦點公司消息 部份公司公布首季業績 中電信首季多賺1成2 去到72億人民幣 而ASM太平洋上季多賺接近6成 是好的市場預期 ASM太平洋做好 升到3% 中電信靠穩 升到一仙 留意國美零售計劃將股份10合一 每股買賣單位 每首買賣單位維持1000股 國美零售合股消息 最新月跌超過8% 先到這裏 繼續節目時間 港股今早繼續在超過一個月的低位附近徘徊 先外圍方面 我們都講到 俗稱鶴皮書的美國經濟報告顯示 經濟只是溫和增長 債息見到十年期 亦都回落 不過 雖然美國股市隔晚在鋼皮發展 但中概股指數回吐幅度都大 去到接近半成阻近 今日 我們的港股原先低開到163點 開步在20780點的位置 暫時來說 現在都跌幅到百多點左右 現在跌到157點 正在20790點的位置 看到內地股市方面 今早繼續偏遠 上證綜合指數跌兩點 深淨成分指數繼續向下跌幅到16點左右 後攝的方向 我們怎樣看 何時轉趨明朗化 我們找加班一起談 這一節有彭衛生CASTER CASTER 你好 你好 我們剛才也說到 外圍中概股做得頑固 我們今天一開 包括京東 美團那些低開4% 阿里巴巴已經是落到一句低位 那就扯上我們的指數向下 兼加上今早早內地股市 昨天已經說著 創業板不是落到接近兩年的低位 今天都好像沒有回穩的跡象 你看恒指慢慢地落到去 什麼時候才看到一個支持在這裏 其實如果你看回現在來說 港股的整個走勢 的確是比較難在一個短期裏 轉回樂觀的 其一 外圍那邊來說 包括美國在加息 大家預期加息 對於科技類股份 一些高估值的股份 會有一個理濫的作用 第二 也都看到 內地那方面 大家都看到整體 一些監管的動作 還未完成到的 還在繼續進行 再加上近日來說 也有很多中資的科技類股份 你談消息無論是說 有股東減持也好 甚至是他們自己本身來說 是進行裁員也好 都是預視著 他們未來一段短期裏面 經營增長會慢了下來 所以恆子整個比重 仍然集中在科技類股份裏面 科技股跌 對恆子產生的影響是負面的 現在去看回恆子在短線 最重要的關口 正是3月17日的上升年後 2萬0100到2萬0800這些水平附近 暫時不希望指數跌穿2萬0800這個水平 否則的話 要向下探望下去 就是3月17日的上升年後的底部 2萬0100這些水平 都不是說沒有機會的 以現水平去看 所以恆子股值的確是低的 暫時看回 投資者如果要選股份 作為一個投資的話 在外圍這麼多不明朗因素下 只可以做一個短期部署為主 因為今早早 現在暫時都是握穿了 你說的那些上升年後的頂部 20800的位置 介乎就連續三天的了 就是示範20800那些水平 今日都是未收復到 那要不繼續向下探望呢 剛才你也說 如果再要穩陣些去退守的話 下面再看著20100那些水平 我們選了綠色線給大家 好 暫時來說 恆子繼續向下 跌幅在早段 去到164點 做著20778點的位置 那市呢 繼續都是 嘔嘔鬥鬥鬥地向下 我們看一看興奮點的股份 今天是否中海有 在A股上市的好日子 做得不錯 A股發行價格 就是10.8元人民幣 每股 今早早 A股已經是高開到兩成 開步去到12.96元人民幣 其後來說 現在還在日中的高位 飆升去到四成國內 另外也想問一下 你H股那裏 會不會有驚喜 昨天回吐完一陣之後 今天A股上市大日子 仍然可以升到接近4% 整個策略有貨沒有貨 怎樣做呢 其實如果看回 用一個比較理性的分析角度 我們看到中海油在這個 即是叫做疫症前 那個股價其實是在14元的水平 而油價 當時來說大概是68元左右 而現在去看回 油價已經升了 上來100元以上 而中海油的價格還在 疫症之前 14元以下 似乎是有點不太合理 不過可以這樣去理解 市場在擔心中 之前中海油被美國方面 進行制裁 所以很多的 即是叫做未知的基金 和基礎投資者 是不可以買它 亦都因此因素 令到股價是升不到上來 不過它的基本因素 就的確確 在油價上升下 它是最受惠的一種 因此都看到 股價在短期裏面 可以再試上一些高位 甚至可以這樣去看回 就是長期少少去看 就是以14元這些位置 作為一個目標價 投資者可以考慮 例如要求11元這些水平 去買回中海油 作一個長線的投資部署 揀了這些來說 剛才你確討一下 沒有貨的話 其實11元我們都可以 侯低吸納 本身有貨 或者是後來之後 還可以有機會買到 上網就有14元那些水平 的而且確 中海油就提醒大家 還有五日之後 五個交易日就會公佈業績 但早期其實都預告了 頭一季的成績都做得不錯 好 暫時進漲去到3% A股方面繼續飆升 都去到4.3% 我們簡單看看 今早期其他石油相關股 最新行程是怎樣 除了中海油方面 繼續保持3%進漲 其餘都是靠穩向上升 中石油最新升幅去到3% 做4.03元的位置 中石化升至0.2% 佈在3.97元的水平 另外我們跟一跟汽車股 看見汽車方面 今早開出來的話 理想和小鵬也都見了 超過一個月的最低位 低開幅度去到4-5% 暫時都維持著相約的沽壓 一直跌到4%外 未來跌到6% 吉利和比亞迪 一直跌幅到1%左右 CASTER這一版 針對理想有些壞消息 部分新車 自己公司說到 將會延遲交付 因為部分在江蘇、浙江和上海供應商 就受到疫情封控限制 沒有辦法供貨 對於說它這個月的生產 造成很大影響 部分的新車是要延遲交付 以及它現在希望在遵守防疫要求下 可以恢復到產能 控制將延遲交貨期 在三個禮拜之內 近來這一版汽車公司 現在說交付可能要退遲 前期我們說到部分車廠甚至是關了 但是原材料價格上升下 他們是有得加價的 你覺得這個困擾還會持續多久呢 就是我們去到這位置 有適不適宜去罵 其實看回行業的發展前景 都是繼續看好的 尤其是電動車的部分 也都是未來在內地方面的發展國策 也都之前在國務院的一些言論裏面 都說是需要支持 汽車行業的發展 所以我都相信 就是說接下來的那段時間來講 汽車行業過了這個疫情之後 是會有一個比較強勁的上升機會 只是短期裏面 大家都擔心 就是那個叫做交付是做不到的 第二也都擔心 就是說接下來的那段時間來講 會不會那個晶片 沒有辦法供應充足給他們 這些來講 我想股價已經是反映了 以現在看回短期 只是反映這些所謂的利難消息 是短線為主的 投資者都還可以先看回場 整個板塊或者行業 前景還可以繼續理想做得好 你會選哪一隻多些呢 這班譬如說衛小利那些 當然今天有 剛才講到 有些交貨那裏 有些不好的消息 所拖累 第二就是因為中概走勢 他們勉強都一般的 所以就壓低著他們今天的行程 究竟我們是著手在衛小利當中 還是看比亞迪吉利那些呢 因為比亞迪見到他連日來 就挑戰完二百五十天線之後 都升不穿 跟著暫時來講 就升幅來講 就稍為緩一緩 那哪個是你的心頭好 其實如果你說選的話 我都是選回龍頭 始終龍頭那個整體走勢 相對還是比較強 而且也留意說 比亞迪的股價 雖然是二百五十天線 未能夠升穿 除了二百五十天線 還有一條一百天線在樓上 所以好像那個阻力是比較大 不過我們很多時候是看回 他們那個二十天線 那個整體走勢的方向性 是更加重要的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看過技術分析 當那個二十天線 是開始向上走的時候 就是預示著短期的走勢 已經是轉好 還有也都在短線裏面 股價是向上 升穿是五十天線 帶動回到二十天線 也都升穿五十天線 這個是一個叫做短期的 往往交叉出現了 應該整體走勢 出現再次試低位的機會 是相對低的 我會覺得 現在這個時間 再看一隻比亞迪 反而更加穩陣 當然你說其他幾隻好不好 現在暫時它的技術走勢 還未去到一個值得買的時間 暫時是看著比亞迪這隻股份 好 我們再看一看 汽車股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比亞迪來說 剛才Caster說到 整體上再下行的風險 應該比較上小 不過現在暫時來說 跌幅到百分之二 不過以比較為小利來說 今早的股額相應較小 吉利汽車繼續偏遠 至於理想 小鵬慧樂 一直跌幅到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 好 我們再有細節 回到節目時間 跟著開始早段一些焦點消息 港股低開一百六十三點 闖超過一個月的低位 向下再穿底 科技股當中留意美團 被創辦人減辭 要低開4% 網易其實今早有大手機上板 要跌超過百分之六 中海游回A手高開兩成 氣候升幅擴大到四成幾 一度還升停板 H股也受到輕微帶動 升到超過百分之一 二棟股剛才提及過泰寧醫藥 一度升到四成幾 招行曾經見過五十二週低 跟進一下指數最新的情況 最新行指跌幅收窄度53點 即是穿了穿之後暫時又起2088點 最新部20891點 金融指數、公用指數、地產指數都做好 工商指數向下總成加163億多 看看活躍股份最新的情況 勤上跌百分之1.8 美團跌超過百分之3 衡生中國企業最新要跌三個六指 留意招行說 見過五十二週低 去到四十九個半 之後又得咬腰 最新升到百分之2.3 去到五十一個半 中海油升多了 最新升超過百分之3 第六指十位情況 阿里巴巴跌百分之1.9 營富基金跌兩仙 恆新南方恆新科技最新跌百仙二 雖然一隻恆新指數 控制暫時沒有升跌 匯豐控股升到百分之1.8 看看籃籌股的情況 匯豐控股就公佈自己已經完成了 回購額度註銷了股份 匯豐控股升到百分之1.8 又幫保險最新就靠穩 升到五線 中移動偏遠 港交所升兩毫子 煤氣就跌兩線 我們這一節就Casha彭偉珊在這裏 跟我們回答一下家庭觀眾投資難 Casha早晨 是 早晨 好 我們今早有位慈小姐 在等我們了 慈小姐Hello Hello 你好 是 你好 是 慈小姐想問什麼 我想問 問得了 問有煤氣 是 多少錢買入 我很慘啊 我的煤氣17-18元買的 好啊 買得多不多啊 大不大豬啊 買得多啦 我買了五萬 我打算買一隻煤氣 打算收息來生活的 現在這麼慘 明白了 交給CASTER解答 是 當他們之前做那個業績公佈之後 沒有再好像以往那樣 進行一個派紅股 令到大家來說 失望 也都因這個因素 其實可以去看回 他們未來那個叫做 派適的政策 可能都會是趨向一個叫做 審慎 沒有以前那麼慷慨 所以很多的投資者 都是進行減榜 也都是因爲因素 看到很多的行 將他們的整體目標價 大幅削減 以現在看回市場 比出來的目標價 中位數 只有11元 在這樣的情況的話 其實很難股價 在上段 即是接下來可以 升上去 這位投資者 買入的水平 我會建議一下 現在去看 它不是一隻高的收益股 變上很大機會 就是說 接下來更加多的投資者 是減榜 你應該要盡早決定去離場 因爲現在去看回股價 暫時真的找不到一個 在相對合理的支潮位的情況下 可能越跌越深 真是要小心 可能要是時候 為收息的話 可能要忍一忍痛 CASA 有沒有好一點的選擇 給慈小姐 因為家庭觀眾 很大部份 都是想穩定收息 可能買公用股 是 有沒有好一點的選擇 給他呢 如果真的要做一個忍痛的話 其實我想現在來說 公用股的收息作用 就不算太高了 因爲現在看 就是說未來加息 就會令到 整體的純收息股 那個吸引力是更加低的 因爲你越加息越高的話 變相你放在銀行裏面 帶來真正的利息收入 可能已經足以在沒有風險底下 抵消到 就是說其他的 叫做你買公用股 要沒有風險 給出來的股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倒不如考慮一下 不買回一些本地的銀行類股份 因爲本地銀行股來講 在未來的確是會受惠於 整體的息差收入 是進一步擴闊的 可以留意一下匯豐 甚至恒生銀行這兩隻股份 應該投資的回報 一定比拿著煤氣更好 好 明白了 如果選中什麼心水 真是想入場 都不妨打電話來 或者給個問題 我們再問一問 看看有沒有漂亮點的價位 好 我們還有一位林先生 其實都是問一些長線部署的 都不少公共股 15元說買了煤氣 他就已經選定心水想換馬 中移動好還是領展好 都很不同 CASA 你覺得哪一隻 比較適合長線部署 如果你說真的做長線的話 簡直是中移動 9、4、1會比較好 因為始終來講 看回內地方面的整體 就是叫做 上客人數 基本上就不會有很大的增長 而且你也要看回 他們本身的整體股值 相對已經是比較低 在市場比出來 如果一個叫做目標價來講 中移動是有78元這些水平的 變成股價可以向上網的空間 其實都是超過五成底下 變成投資風險 我會覺得是比較低 而且也看到市場上高 就看回三隻的 就是中資的電信類股份 都有一個編號就是說 如果要選擇的首算 都是在中移動那裏 變成股價那個 即是叫做 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下跌的風險 反而是更加低 好 中移動都可以考慮一下做換碼動作 又問一下CASA 為何不選823 823呢 現水平究竟有沒有多一點點憧憬 就是說 今天都放寬到糖色 大陸波疫情都慢慢消退 如果只看823的話 雖然不夠中移動 得你歡心 但其實它的投資價值 你又怎麼看呢 嗯 那其實你說823 就是領展來說 我都覺得是有那個叫做 就是 投資價值的 但是那個 就是整體的收益率來說 相信 接下來是會 受到那個叫 未來加息的 那個幅度 是加快 而殘食到它的 因為如果你看回那個 收益率來說 他們大概說的是 4.2 如果你說真是 計算 美國那邊 是需要將食率 調升到去3厘這些水平 那香港的那個息率 其實都會有幾大機會 是去到2厘5樓上的 那變成了 你減一減一條數之後 其實呢 領展帶來那個額外 那個就是叫做 息率 只是多的 一厘多少少 那但是 股價上呢 就那個波動性 是相對比較大 那你都看到 就說 現在你說什麼時候 真真正正的呢 是恢復整體那個 就是經濟動力 現在暫時還未知 變相有個不確定性在那裏 股價比較難 在短期裏面 能夠升得穿 去年的11月那個高位 那現在的水位向上上網 其實都是在說 大概是4個多 大概在說 一成的升幅都沒有的話 變相那個風險就會大一些 除非股價來說 跌得比較明顯 可能譬如說 下跌到50天線 那些位 那個水平又會比較吸引一些 到時來說 才會選擇這個領戰 好 我們再聽家庭公司的電話 有位李小姐登跟我們 李小姐 Hello 早安 鄭小姐 阿彭先生 我是16號的 89.6 我想問阿彭先生 上網有多少呢 謝謝 好 有錢賺 大家都希望有錢賺 那些公元的城市領先指數 已經是連續上了兩個星期 那他們都說 樓市是見底 那當然 你說樓市是不是見底 最重要 都仍然看回 接下來的息率 加那個幅度 會不會很進取 因為當外圍美國那邊 加快的速度的話 很快就會觸及到 香港這邊來講 都需要加那個 最優惠利率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對樓市來說 反而造成一個負面的影響 而且也看回 近期其實都開始有些新盤推出來 他們在銷售的手法和策略來講 都是以低價開出來 然後慢慢加價上去 造成大家覺得 有得加價有得升樓市的做法 所以對本地地產股來說 應該在短期裏面 都會有一個叫做 在股值那方面 重新修復 如果你在短期來講 暫時看回 身體股價 應該大概是100元左右 那個阻力就會出現 那個水平來講 在心理阻力之外 亦都是這一陣 由去年6月開始 完成的跌浪 總跌幅的38.2%的反彈目標 好 考慮一下自己的持貨能力 究竟是想長期賺價賺息 還是炒一下賺價位 留意這些關鍵位置 謝謝CASTA和我們分析 休息一會